3 2 1 晚期肺癌治疗接轨国际 肺癌癌有无法选择肿瘤基因和型别 一旦患者无法使用标靶药物 若不符合免疫治疗的健保给付条件 就只剩传统化疗可用 社团法人非常受协会完成国内首份的肺癌治疗满意度大调查 调查显示健保给付是癌有治疗满意度的关键 台大云林分院胸腔医学中心主治医师陈崇玉指出 像是肺瘤癌虽然三年前开始给付免疫治疗 但受限健保条件严苛 多数癌有可说是看得到却用不到 癌有也现身说法 希望健保能给癌有更多的支持 一个病人整个全家都受到影响 经济上也受到影响 今天我后来我经过我们的陈医师 帮我介绍我做了联系统治疗 我今天才有办法站在这里 跟各位先生媒体 还有很多的病友来分享 我做了这个联系统治疗 我可以跟很多朋友聊天 因为我已经退销了 退销了 我可以讲述到我退销后在乌龙 还可以到乡下 去帮人家工作 自己做冬天 做冬菜 还可以运动 如果说做了传统性的化疗 跟以后的年龄 已经没有办法了 一并没有办法了 所以说呼吁我们的政府 对这个我们的肺炎病患 说考虑一下 因为这个明星治疗 可能会牵涉到经济问题 经济问题呢 它没有办法承受的话 能说有钱可以生了 没有钱就要死掉了 很多朋友走看又看 今天少一个明天少一个 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负担这个 好了等死了等死了 政府要关心这一点 台湾这么长的说兵 几乎 这个政府要关心 要关心 他们不愿意得到这种兵 他得到这种兵 变成了他的经济负担 所以说话 我呼吁 我们的政府 会要非常的关心 这个费用 不是每个家庭都可以承担 肺铃奶的发生 大部分是跟空气污染 或者是基因的突变有关系 那它跟肺线奶不一样 是肺线奶 它大部分发生在我们的肺部的周围 那这样肺铃奶 大部分是发生在我们的气管的一个中间 那我们目前呢 这个国建署呢 给付的这个低进氧电脑断层 它针对我们肺部呢 做一个扫描 但是呢 对于中间的 包括这个气管支气管的这个部分呢 那低进氧电脑断层 是没有办法赛检出 早期的肺铃奶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在筛检工具上 肺铃奶它就受到一些限制 那第二个是呢 肺铃奶的它目前的治疗呢 还是以这个化疗为主 因为它的这个标靶 这个药物呢 相对比较少 那另外呢 受限于这个健保的给付 那我们在使用这个标靶药物之前呢 要做这些居动基因的检查 但是呢 在这些健保呢 并没有给付呢 我们的肺铃奶的病人 来去做这样一个基因检测 所以这些病人 他能够接受标靶药物的治疗的机会呢 就相对比较低 那再来是这个免疫治疗的部分 那免疫治疗呢 主要是健保呢 它限制在这个PD-1呢 要大于50的病人 可是呢 临床上我们看到PD-1呢 大于50的病人 其实但我们的病人 大概只有四分之一左右 也就是呢 有四分之三的病人呢 其实并没有办法来去 接受这样的一个免疫治疗 这是我想在目前 在零奶 肺铃奶的征军病人 他所受到一些 不管是筛检的劣势 甚至的治疗的选择呢 也相对都比较少 受限于健保的给付 很多呢 治疗 那必须要自费 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 免疫治疗 以及标白药物呢 它的价钱 都在十多万到二三十万 那很多病人 他在健保的 这个标准的治疗完之后 他如果没有这些经济的来源 那我想很多的治疗 他就必须要去放弃 或者是呢 他必须呢 再去回到 传统的这些化学治疗 但是传统化学治疗 我们知道它的副作用呢 相对这些标白药物 或者是免疫治疗 它的副作用会来的很多 所以很多病人 他可能到最后 就选择 我不治疗 做安宁 那我想对于很多 特别是 刚才我们今天 有年轻病友的一个代表 对于这个家中的一个 经济的来源 或者是甚至呢 他是一个家里 他有这个年幼的小孩 他们也希望 这个能够陪伴小孩成长 这个过程 我想我对他们来讲 会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打击 目前还有治疗上 遇到一些困境 就是说 国际上一些新的治疗方式 比如说免疫 加合并化疗的这个治疗方式 还有一些新药 新的标靶药物 那么在健保这边给付 可能都要好几年的时间 才会通过 那么我们其实肺癌晚期的病人 他是在跟死神拔河 那他不见得能够等到 那几年的时间 可是如果这个 这些新的药物 新的治疗方式 能够提前让他们使用 可以延长他们的存活期 这个是大家所期盼的 有些家属 有些晚辈 他们比较孝顺 然后就拿房子去贷款 给爸爸去治疗 那结果治疗到后来 爸爸走了 但是这个贷款还是没绞心 继续还要再负担这个费用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健保这边 能够多给我们 还有支持 能够给我们更多的这个新的 纳入更多的这个新的治疗方式跟药物 台湾年轻病友协会副理事长更指出 60岁以下的晚期患者中 有5乘5的癌友是家中的经济支柱 他期望有关单位 能在健保给付与职场工作方面 给癌友更多的支持 我们很多的年轻的癌症病友 其实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他们是家庭的主要的经济支柱 那很多年轻的癌友 其实要面临到问题 就是说可能副作用太大 那导致他们无法去兼顾 他们的工作跟治疗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癌症病友 其实是非常的辛苦 那我们在这边 其实想要呼吁政府 就是说提供疗效更好 副作用更小的 这些创新的药物 例如像是癌症免疫治疗 或者说合并的免疫治疗 可以让这群年轻的癌友 他们可以兼顾他们的生活品质 然后有机会可以一边治疗 然后一边兼顾他们的经济收入 去最大程度的降低他们生活 或者说家庭上面的影响 我觉得我们很想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生病不代表失去 工作的能力 他们的专业能力 其实都还是在的 那只是说我们可能只是需要 一些比较弹性的工作方式 那刚好因应过去 就是COVID-19导致说 其实很多的工作形态 都做出了很多弹性的调整 例如说很多人可以 Wall from home 然后可以通过远端的方式 来参与工作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 癌友他们在这一波的疫情当中 因为这样子工作环境 工作方式的调整 让他们反而可以去 兼顾他们治疗跟工作之间的平衡 那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 我们希望未来就是 在台湾的公司企业 他们遇到他们员工 离癌之后 或许也可以在这样子工作形态上面 给予更弹性的支持 费长寿协会指出 他们也透过脸书的费长寿社团 尽力提供癌友相关的资讯 很多人他一确诊 一确诊癌症 第一个反应就是勤天批 然后不晓得人做什么 也不晓得该做什么 所以社团在这个部分呢 他能够给 还有一个安定的力量 因为我们这几年来 社团累积了很多的经验分享 还有一些医疗资讯的整理 他像一个百科前书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把 还有带出来 让他们恢复 以往正常的生活 所以我们有一些 像我们有手机摄影的 一些活动 还有登山健行步道的这些活动 所以我们希望在除了治疗以外 我们希望大家不要生病了 然后所有的生活里面 只有治疗这件事情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地恢复 正常的生活 然后可以去让他们生命的宽度 可以更宽广 响应2022年世界肺癌日 非常寿协会 台湾年轻病友协会 与沸沸扬扬 台大云林肺癌病友会 等三大病友团体 共同呼吁政府 能重视肺癌治疗需求 判放宽急加速健保给付 免疫合并化疗 作为五种瘤基因突变的 晚期肺癌患者第一线治疗 协助癌友能够透过创新治疗 来维系工作收入 提高治疗的满意度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